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就是刚才那个被人喊去死的那个 街头算命的大仙 一个骗子 在不当骗子的时候呢 我是做编剧的 当然我现在也说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反正我到这儿来呢 我可以说我是来编故事的 但我也是骗子 我要骗走你们生命中的30分钟 希望我能够如愿以偿 谢谢 刚才呢我的朋友肖静 他在这儿得不得的时间比我长 他46分钟 我当然就想作为惩罚 应该把他狼扣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讲野生表达 可他那个狼才真正像野生 我好像搬不出那么吓人的东西 因为我要讲的野生表达的野生呢 只是我最近写的一个微博小说 变成了一个绘本 跟画家旅心合作的 在独库出版的叫《野生动物在长春》 那么我写的野生动物 不是真的狼虫虎豹 只是我认识的同学 同乡 邻居 老师 这些人 他们为什么也有资格叫野生动物呢 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愿望 我希望他们每一个呢 都能活得自由自在一点 说是愿望是因为我明白 他们现在活得并不自在 这是两头小的野生动物 长得比较俊俏的是家兽史金 那个不够俊俏的被比下去的就是我 这就是在长春的样子 其实呢 我说野生动物在长春 其实真的不够野生 但是呢长春倒是真的 背后的街景就是长春 其实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 在座也不知道有没有长春人 但我想说长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东三省有一句话 且有狼 后有虎 中间夹个二百五 就是吉林省长春是这个长春就是二百五 所以我们都带着一种二百五的一样的神色 这都是我的同学们 你们看着他们的表情 当然他们自己未必承认自己是这个样子啊 但谁的一寸照都不见得好看多少 你们想想你们的吧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种相册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相册 记载了很多东西 有时候呢 我别的哥们在我这借助一段时间 会把他相册拉我这儿 我翻翻看看就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他不是我认识的人就没用 到外还给他他会很感激 因为他的青春必须要这一段来作为支撑 所以呢 我要做这个绘本呢 也是对我私人的一个支撑 这是我的高中同学的一个毕业照 最后一排 又数第三个 有一个大枪头发大脑袋 外人个子比较高大的那位 有没有看见 穿个灰蓝衣服的 那位是我们班长 后来呢 他就在日本做生意做得挺大 做超市 玩日本的黑帮勒索他 他不给钱 最后人就把超市放上门放火 他就被烧死了 这是其中一个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朋友 就是稍微有点宿命色彩 紧挨着他的 左面属第二个 那个长得挺俊俏小伙子 左面属第二个 那个哥们呢 他是在大连陪客户游泳 商务他们游泳的时候 好像是心肠病发作的怎么 淹死了 所以他们俩恰巧是站在一起的 但这边这个同学很好 他活得很好 我看着这个照片 其实就告诉你们说 这是我的所有的记忆 它就在这里 然后这里面呢 有我 其实就在这个边上戴眼镜 这就是我 那个颜值也不算高 但是调成黑白总比彩色的能看 我们当时在一个叫 人民公园的地方合影 其实每个城市 可能都有一个解放大街 或一个人民公园 这是一个女孩给我的贺年片 所以把它放在这儿 高中的时候没有的 然后在这儿我要看的几个字 这是墙上写的不可断绝 这是这一回我回长春的时候 到自己从前的家里 发现那个墙上我刻的字 被新房东拿那个白灰刷过之后 依稀还可见的四个字不可断绝 其实墙上刻了很多字 但我拍这个可能代表一种想法 确实是不可断绝的 对我来说这一切 我其实刚刚跟你们看到那些 从前的朋友的照片 我就不放他们现在大普偏偏的照片 我们同学会各种合影了 因为这个反差太大 但是我特别想让我那些同学的孩子们知道 你们的爸妈妈从前帅过 他们从前是另外一个样子 他们现在很严肃 他们现在替你开家长会 回来都很严肃 但从前他们求自己的父母 去开家长会的时候 他们也是战战兢兢的 我只是想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像是一个俄罗斯套娃 现在这个样子 一层一层搬开 最后里面是一个 发育的不怎么样的 营养不良的 神色慌张的 局促的 恨不得缩得更小 不让人看到那个我 那个溜边的黄花鱼 那是我每个人 这个呢 是我88年上大学 离开长春的时候 就是我17岁上大学的时候 在这一刻有一点记忆 这个记忆更好玩 如果你们细看一点 上面那个横幅 我可以给你们读出来 东北地区 闲置设备和积压物资交易会 我也不知道 就我的照片 总是有这些宿命的东西 就是我都不知道 被谁给暗算了 就变成这样 只是现在这个 设备依旧闲置 物资依旧积压 这是今年回家 在自己家门口照得像 虽然围着个围巾 像仁波切一样 但脸上还是个倒霉仁波切 然后要走到这个 野生动物在长春 我说要出那本书 但之前我要讲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作家 汪曾祺 他写了一个短片叫《职业》 这个是我第一次看上 没什么感觉 后来好多年以后再看 突然特别感动 他讲的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 新南联大时期 在云南昆明 在昆明呢 有那么一个 很多人在交卖不同的东西 有一个男孩 他很严肃 才十二三岁 他卖的什么 跨着篮子 卖的一种饼子和一种糕 所以他每次叫卖的时候呢 叫燕饼子西洋糕 叫燕饼子西洋糕 后面就有很多小孩呢 也不用去卖东西 觉得他好玩 觉得他很傻 于是后面就学他 但学他慢慢就改变了 变成另外一句话 叫燕饼子西洋糕 捏着鼻子吹洋 捏着鼻子吹洋 他喊这个后面别人就跟着喊 但是呢 他从来不生气 也不去赶人家 他就像没听见一样 像个老僧一样 很严肃 接着在这卖东西 然后作者也见过他 有一天 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在一个小巷里头 汪曾奇看到那小伙子 他穿的不是平时的衣服 是一身大褂 十二三个小孩 穿一身大褂 非常的体面 手里也没跨着那个篮子 拿着个小包袱 他应该是去参加一个 什么长辈的受礼啊 各种一个很成熟的场合 他要穿得很成熟 是这样的一身 他从家里出来 看看左右没有人 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他看都没人 他喊了一声 你这鼻子吹羊号 然后他走开了 这个先想起来挺好玩 平时他被别人喊这个 最后他自己喊 在后来多少年之后 我看这个 觉得是个特别 汪曾奇写的小说中 最难过的一条说 因为这个孩子 十二三岁 他可以玩的年纪 但他要做生意 他要做生意 就不能跟你们认识 如果你们第一排都认识 每个人差不多 要一个饼子 要一个糕我给不给 都给我要不要钱 不要钱我就赔了 所以就不能有任何朋友 不能有任何熟人 我送不起这些东西 不能被你们吃 我得沉着脸不理你们 但是他是听得懂你们 这句话的趣味的 他也知道 只是他从来不能附和 就看周围什么人都没有的时候 他才可以喊这么一句 他的童心 全被他自己给锁定了 锁在那里了 所以呢 那帮孩子永远不知道 他这么好玩 那帮孩子也不知道 他知道这帮孩子好玩 彼此是隔绝的 只剩一件事 职业 他是要卖这些东西的 这个不能说他是个旧社会的悲剧 任何时代都有这个悲剧 或者都不叫悲剧 就是一种生活中的感伤 那我想着我那帮朋友 他们现在有做老板的 有做干部的 有做在税务局的 在各种地方的 或有的可能是一个门卫 一个保卫科长 他们都有他们严肃的职业 他们在子女面前也是严肃的 所以只有我记得他们从前傻桃 闷桃的样子 所以我很心疼他们 就想让他们知道 我记得他们那个样子 在我的心目中 你们还是野生动物 所以有的朋友就记错 说哎 你那个长春野生动物园 那个写到什么程度了 我说不是动物园 没关着 不卖票 不是动物园 我希望他们在街上走着 他们在ATM机前存钱取钱 他们也在挤地铁 但同时他们是动物 他们是走着 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 穿着衣服的衣冠禽兽 但对我来说 他们就是那些穿着衣服 蒙了一头大汗的野生动物 我非常想念他们 因为我每年呢 回长春都是冬天回去的 所以我现在都是下着雪 长春还是原来的样子 可是这两年夏天回去 我发现雪一化 长春不是我原来的样子 变化很大 我离开长春二十多年了 我还想着我 我自己记得的长春 我快记不住了 那些照片没多少用处 不能连成一个记忆 我的长春像是个火车 在月台上很快就要开走了 那我能做到什么 我宁可不跟我现代生活在一起 我变成一个偷渡客 我扒着那个车 跟我的车走了 那么我怎么做 我把这个故事学习完 我这样车就跟我连在一起了 我想就这个事情 每次同学聚会 就发现有些人名不肯记不住了 原来全班 七十多人 我想可能只记得五十多人 应该后年只记得三十多人 我已经记得的名字 就像纸中沙一样漏掉了 我不甘心 我怎么办 真的把它写成我的小说 因为我这么自恋的人 一定会天天看我的小说 所以我就会记住每一个名字 但为了记得更深刻呢 就不直接是王碎花里富贵 我希望我们加上一个动物的名字 所以呢 我的朋友们 所有长春的人们 同学们 老师们 同学的同学们 老师的老师们 只要我记得长春的名字 我搜集起来 他们就整装待发 他们就上街 他们就在城市里开始游荡 现在我们看这个图呢 是一个封面图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各种动物 比如底下那拿一本书戴脸镜的 那就是《我鹰鹉史航》 旁边那个背对着大家穿个破羽绒服的 那是画家吕欣 也接着捧着那个调色板的是他的女儿 他开始画 而那么是在背画的一切 这就是我的野生动物 有的很难看是个蝉竹 但它可能是个女生 有的是个老虎 但是看着很羞涩 那下面我可以看一两个故事 知道我在讲什么 比如这样一个故事 曹吕虫 我给他那个很大 给画家一个很大的难题 画一个曹吕虫 曹吕虫呢 然后他那天喝多了 他经过一个婚戒 小红娘婚戒 就进去建党 然后呢 就你交的钱就可以选择 你愿意跟谁约会看吗 他看《兴趣爱好》 看了《中华寻许群》 为什么呢 他兴趣爱好说 爱写日记 于是呢 他就选择这个人 请注意 什么是日记啊 就是一颗心 你们看一下地上那个样子 这就叫日记 所以那个吕欣每次画的时候 都有个电影的片头 那是个上了锁的心 还有一把钥匙摆在那儿 那么这两个人物呢 其实王铁是我初中同学 许群是我高中同桌 他们不认识 我就会经常让一些不认识的人 在我的故事里认识 然后呢 第一次约会 就直接带他回家了 那《中华寻》 尖左耳子特别紧张 因为就没在公开场合 好像这个男人 他为什么要帮我带回家 然后女的想了很多 他会不会是个暴露狂 他突然就把自己这样掀开 但是我的画家朋友 吕欣很细心地 画了马赛克在中间 结果呢 他把一大罗日记都报出来 这个样子 每一本都上着锁呢 他看着许群 他有点结巴 就是咱好不成也没关系 你翻翻这些日记吧 我从小学开始记 总也没人看 可能一开始是老师上记日记 后老师不管他还在记 但没有人看 一辈子的日记 青春在这里 所以最后看他的影 不是报这一楼日记了 是一个服务生上菜 上着什么呢 一个钥匙 同时服务生中间打开一个洞 就像萧进他们那个萨满 中间有一个洞 他那是钥匙 我这也钥匙 但我们的钥匙没有那么重要 卖不了钱 因为只是这一个人的心事 但是我们生命中 你可能都当过草里虫王铁 或者你有这样的朋友 他不一定讨人喜欢 但他的一辈子也是一辈子 以前我老说一句话叫 燕雀安知鸿湖之至 我老在想 鸿湖也安知燕雀之至 我们都是普通的燕雀 我们都是草里虫 我们的一生有时候有人打量 有时候没人打量 哪怕我们嫁了人 娶了人 人家也没兴趣听我们的一生 那么怎么办 我有这幅画在这儿等着 这又是另外一种故事 我们长春的感觉 看那个片头呢 有杯子 还有一个韩剧的录影带 为什么呢 七星飘虫张英石 要去城管大队 找荣原杨威办事 为什么呢 他老丈人的摊子 被城管给砸了 完了那个驻动车也被没收了 你看这个城管们 那个生动的样子 我不能说凶恶 他们非常生动的样子 摔东西各种 各种动物 但你不要因为他们各种动物 就觉得他在说他们是禽兽 因为被仙摊子的人也是禽兽 这里是没有人的 然后你看这个荣原 长成那个样子 穿着一身制服 办事据说很不开面 可是英石楼下大婶说 你找他没错 他其实心软 那个大婶说的 结果杨维真的帮了英石 车就让他给带回来了 你看老丈人 在后面的那个手舞足蹈 然后这个张英石 把这个驻动车也开回来了 为什么这么开面呢 在下一则故事 英石问大婶 你咋知道他心软 他每次来我这租盗版 都是租韩剧 所以看这个威风凛凛的 这个城管的杨维大哥 穿着这么一身 怀里还抱着个小熊 摟着小熊一块看韩剧 那么多纸巾都快用完了 还有瓜子 这就是他的人生 所以对我来说呢 就是我要掰开来 看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是这样的 对吗 我们再看一个特别温柔的 这是我这个《野生动物在张春》 第一集二十五故事中 最后一个故事 请注意看那个片头 这个非常细腻 那有一个狐猴 环伟狐猴 然后那是什么呢 吹拉弹唱 那是什么呀 那是Churcher 于是呢 环伟狐猴鸾光辉 他来到明放宫 往我明放宫里钻 明放宫是我小小去钻的地方 这地方也是长春的历史 特别好玩 最早是韦满洲国日本人 占领的时候修的 叫神武殿 日本人的神社 后来那个国民政府接收呢 就不是神武殿了 然后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呢 他又变成一个会堂 叫明放宫 因为那时候讲大跃进 大明大放 明放宫 明放宫之后又变成了什么呢 我从小看电影 都在那看电影 对我来说是个电影圣殿 又多少年之后 有一位姓李的 搞什么什么宫的那位 我们长春人 著名的不能提名的那位 他又在这变成了 他代工报告的一个地点 然后当然最后就被清剿掉了 然后呢 现在变成一个闲置的地方 有时候老干部在打打乒乓球什么的 所以他是个长春的缩影 在明幻宫里他抓雀雀 抓完什么样子 你看有一位美娇娘雀雀 被关在瓶子里 另外几个乱跑 两边在跑 你看那什么胡雀 皮疙瘩都扔那儿 鼓上挺惨的 这是淘气 龙龙虎真的就很淘气 是我的初生同学 但他干的事是我经常干的 我老拿虫子去吓唬同学 每次早子洗手 晚到一会儿抓几个虫子 就够得一天吓唬女生的了 那个海燕桥 这一次在桥边遇上一个盲童 这个男孩 以为人家迷路了 人家说我是来听吹吹叫的 可你一来 他们就吓住了 本来撒吹是三大难勾音 你看中间那个样子 哦哦哦 在那边唱 但你一来 人家吓跑了 龙龙虎穿着一身笑服 很瞒 很痞的样子 但听这个盲童说的这样的话 他挠着头皮 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然后你注意到 这个是虾杂饼 这样拉着二胡 这边开始唱起来了 不管它是苏州平潭的 还是上海的什么 注意到是十顿刻的 圈儿却综于叫的 圈儿却终于叫了 月亮都出来了 这提醒你什么 等了很久很久 然后盲童走了 他家很近 他家很近的意思 就是龙光辉不用去送他 然后龙光辉留在原地 对圈儿却们说 放心吧 我以后不来了 他会来 你们好好玩 而这时候你们看到 那个盲童那友好的脸 是那个月亮在看着这一切 因为在人间他是盲童 但是到天上 他是月亮 他能看见一切 所以呢 这就是我想说的长春人 东北人不一定都是活泪风 但他们的粗暴里面都有着木讷和温柔 最里面是温柔 这是我想说的 那这个故事中间呢 我有时候会讲的一些 特别感触的 比如讲我最新写 我已经写一百多则 这刚刚出第一集 以后每年出两集 我最新的一则 是我最后回长春呢 参加三十年的同学会 1985到2015 我初三的同学会 我们有个老师 姓蒋 蒋小琴老师 他 邀不邀请他来 很多同学不主张邀请他 说他太严肃 但是管不管太严 现在还恨他三十年 尤其女生 就说 觉得不应该找他来 因为他对男女生的恋爱 管得特别狠 就是特别凶 对男生还行 对女生特别凶 女生反对他来 就劝着大家 还是请他来了 老太太来了 他说要站到中间说一段话 老太太站着 我看腿一直哆嗦的 他说 我以前管你们太严了 我老后悔了 我现在知道 没用了 我现在要是能回去啊 我会是 这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老师啊 可我七十岁了 我回不去了 我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们再能聚会喊我 但你们别管我 你们得多聚 老师呢 五年十年喊一次 有他也行 没他也算 你们同学该每年都聚 我希望你们每年都聚 有雨桥 我把你们管得太死了 我当时听到的话 特别感动 回去我就写了一则 说有一个同学 他回到家 回到单位 一直想着他老师 晚上他单位的小年轻人介绍他看穿越小说 他说我也想写个穿越小说 我跟我老师一块穿越 说你要穿越到汉朝还是清朝明朝 不是 不那么远 我穿越回55年前 我老师15岁 我想带他逃一次学 他这辈子太严肃了 所以我也很希望我的老师能看到这一则故事 我也等着最后履心帮我画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我 从生活中找到的一丝温柔 我没有 我没有地方放这个温柔 它像一个雪孩子 放哪儿都会画掉 我只能把它写 写到书里 好像就 它在那里了 别的同学看到也能明白了 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呢 是我的 写我自己的 我这么自恋的人 肯定要写到我自己 但是我是什么动物才好我不知道 虽然我这儿有个猫 但我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猫 猫 从来不会照顾猫 我养了十一只猫 所以我就不能当猫 所以我要当别的动物 因为我叫鹦鹉史航在微博上 所以我写那则故事是野生动物之第83则 夜鹦鹉史航 那个在飞机上打了盹 空姐送餐才醒 看着那些塑料的小刀叉 他想起来 自己刚才梦见去世的爸妈了 黑顶鹦鹉史新和红顶鹦鹉孙贵真 他们当年也常出差 有时候居然坐飞机 然后他们就把塑料小刀叉带回来 不给哥哥 那是史航一个人的玩具 那是八几年 然后史航就把这小刀叉 他揣到了自己的兜里 隔着飞机的悬窗 看着外面夕阳和云层上站着的爸妈 爸妈点点头 没有反对 就是同意他带回去 虽然史航也没有什么人可以送 但就是我把我的记忆 从前对父母的一个记忆 我就连在一起了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父亲91年去世 母亲97年去世 都是生病嘛 结果我母亲去世之后特别奇怪 第二年的春节 我们家老房就没人住 突然一个窜天猴就扎进去 然后就把那个房子 它顶楼全点着了 烧到整个楼啊 就是天花板都没了 直接看着天空那样的 就袭击只剩一个边那样的样子 我那么多年攒着的 所有的通信 贺年片 书签 问我们高中的那些诗集 投稿 所有的一切都烧光了 我哥听说这事 赶紧冲过去的时候 最关心就在那些纸队里 爬各种东西 居然屁股爬各种东西 一二 他知道这些东西 对我很重要 那就像是 一会儿还会有一个 敦煌研究所所长 他们会讲 他们怎么抢救那些敦煌的遗产 而我哥就还抢校着 我们家那点文化遗产 其实我觉得那一把火 就是一个 父母给我的一个提醒 他告诉我就说 什么好东西最后剩不下 除非你记住 如果你记不住 就把它传播到哪里都有 总是有备份的 所以云计算 云备份 对我来说就写一个书 然后把它印出来 就是能多卖一本试一本 然后就传到别人那里 哪怕就书卖完了 但是有一个人接上遇到他 他说我记得你那个故事 我因为他可能重新想起来 我就是打着这么一个算盘 我其实为什么写叫 野生动物在长春呢 我高中 就刚刚那帮同学呢 我们长春十二高旁边啊 有一个长春动物植物园 一开始兴建的时候就是一些 隔得很远的笼子 这儿就无端放一个大金刚鹦鹉 隔那么远是一个黑豹 隔那么远是一个小熊猫 隔得远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知道对方的存在 就好像是 我说不清 就他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感觉一样 就按照我们世界地底 这么给扔在那里 隔得很远 我经常会背着一个 比如说李白的梦游天母 银游别 背着语文作 背完了走到下一个动物面前去 但我就是觉得自己有义务 探望他们所有人 其实不是的 我就是喜欢逃学 但是呢 有一次呢 我当时高中最喜欢的一个女生 她告诉我说 她另外要给我介绍 另外一个女生认识 想做我的笔友 然后说那个女孩呢 父母很早离婚 跟爷爷奶奶和弟弟生活 很孤独 很喜欢文学 我就很高兴 然后她突然跟我说 有一天 沼泽西她跟我说 说那女孩突然 服毒自杀 但没有死成 送到医院去了 抢救了 往后我觉得特别难过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她说可能是因为恋爱 当时我很神奇 我觉得这事 因为我们都没恋爱呢 然后就说 那晚自习 咱们偷偷跑去看她了 就那天晚自习调整了 是我的班主任的课 我不敢逃学 但上班晚自习的时间 再跑别说就不行了 爸妈妈不让 说那就明天再说吧 就第二天早子起来 我那个女同学告诉我说 别去了 就是那个女孩叫刘昏 她在医院里第二次自杀 这次成功 所以我本来要带给她去的书签啊 小笔记本这些东西呢 其实现在看起来很娘炮的那些东西 各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就不知道去哪儿 最后我们就决定 到长春动物植物园 找到一个亭子旁边一个松树底下 挖一个坑 把所有给的东西都埋在那里 然后呢就因为然后马上就上大学了嘛 八八年上大学了 就每年呢回去的时候去那儿看看 但后来那儿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动物植物园了 亭子没了 树也没了 于是我也找不到那个地方了 所以那一切连衣冠种都算不上 就全埋掉了 那唯一的办法我想 就是以后呢我把它写进我的野生动物在长春里面 拙在 金在 永在 就是野生动物就算在长春的 我其实前段有人问我说 因为我养猫的事吗 说你要是能带着你这堆猫去一个地方 你愿意去哪儿 我说他们要真是乖不干 不乱跑的话 但我觉得不太可能 如果这样的话 我带着回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斯分局那块的 极大宿舍楼的三舍 那我们家住在顶楼 我带他们回去 然后让他们见到我的爸爸妈妈 见到我的同学邻居 但如果爸爸妈妈生气 我就赶紧说他们是野猫 但不管怎么样 我就希望带着我现在的朋友 这些猫 见到我从前那些人 我特别希望在座你每个人 也能写野生动物在七七哈尔 野生动物在石家庄 野生动物在那个西双满纳 就你们的童年 一定有些人你不想忘 值得回忆 我希望你写进去 因为事实证明 即使你不能出成这样的绘本 你写在微博上都可以 你也可以爱他我 因为我觉得 我们都是野生动物 交互相看到 而写作是特别好的事情 虚构是特别好的事情 只有虚构 我们才能团圆 就像今天我们在一起一样 谢谢诸位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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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